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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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初怎么学的 应用的时候你就得应用准 今天咱们今天学的道 在实践中间应用出来 应不应用吗 应用 应用 神的道 在实践中间应用神的道 是不是 如果你没应用神的道 你也会打败 你不打就是不应用 对不对 或者他说的话 你从来没有反应 你不打 没有应用主的道 所以这样别人就把你打败 听没听明白 耶稣在旷野中间跟魔鬼争战 因为应用神的道 应用神的道 那在实践中间 应用神的道 所以我们今天应用神的话语 特别特别重要 咱们今天学习了 基督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道理 什么输出来 跟律法有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 跟魔鬼的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你影子那个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现在有的律法就是基督 对不对 基督就是我的律法 是不是 因为律法的总结是不是基督了 不是基督了 律法是基督的影子 基督是律法的尸体 我抓住了基督就等于抓住了全律法 我没有抓住基督 我去守律法就等于犯律法 因为我的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 我去守就等于犯 我若不守了就不能犯了 对不对 我守律法就等于犯律法 犯律法就等于犯罪 犯罪就被定罪 对不对 所以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对外邦人说 基督既替我们受了咒诅 就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是不是 因为经常记者 法被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哄的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提不提到外邦人呢 外邦人今天有良心律法 我讲了四种律法 亚当律法 良心律法 摩西律法 和基督律法 对不对 我讲了这四种律法 那么亚当律法只有一条 亚当犯了最重刺以后 人就凭良心做事 这叫良心律法 不用人告诉你 是不是 你把别人孩子撞倒了 骑自行车或者骑电面车 把别人孩子撞倒了 你心的良心就过不去 这叫良心律法 是不是 老牛没有良心 狗也没有良心 驴也没有良心 驴把你脑袋踢个包 他从来没有说我良心 哎呀这是良心难受 没有这种现象 狗把人咬了 哎呦这良心过不去 没有这种现象 咬了咬了就咬了 狗从来没有良心 是不是 牛板人家菜吃了 他也没说过良心好 不好说过不去 对不对 只有人有良心 所以全世界的动物 都没有良心 只有上帝所造的人 有良心 是不是 有良心 最后这个良心 竟然丧尽了 良心要丧尽了 他就开始就做了 就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所以良心 就是一种律法 是责备人的律法 是 定人罪的律法 所以外方人 虽然没有明文律法 但有良心律法 犹太人 有明文律法 就是摩西律法 那么今天呢 这三种律法 都能定人罪 所以因此 把这三种律法 成全完了 就成为摩西 就成为基督律法 对不对 基督的律法 是刻在心板上 摩西的律法 是刻在石板上 基督的律法 是进到里面的 摩西的律法 在外面的 基督的律法 是用灵写的 摩西的律法 是用墨写的 是不是啊 基督的律法是成义的 摩西的律法是定罪的 基督的律法是叫人生的 摩西的律法是叫人死的 谁要守了摩西的律法 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咒读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读的 耶稣基督替你承受律法的咒读 就是要把你从律法下说出来 你要没有律法呢 你会怎么样 你要没有律法呢 你会怎么样 翻一段经文 没有律法呢会怎么样 自由释放了 自由释放了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罗马书四章十五节 从十三节开始读 读到十五节 你要没有律法呢会怎么样 咱们看 耶稣为什么把你活上死 活上命 把你从律法下说出来 为什么 咱必须得清楚 是不是啊 耶稣活上死 道成肉身 死在食物架上 要把你从律法下说出来 他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说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教你没有律法 是不是教你没有律法 是 教你没有律法 你没有律法就是有律法 你有律法就是没有律法 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有律法你守不住 就等于没有律法 你没有律法 今天你性结束就等于有律法 你不遵行律法就等于遵行律法 你遵行律法就等于不遵行律法 天国的律正好是反着来的 我再说一遍啊 你不守律法就等于遵守律法 你守律法就等于不遵守律法 听明白这句话吗 因为你遵守我们二心的律法 你肉体软弱守不住就等于不遵守律法 就等于废掉律法 是不是啊 因为你守不住你肉体软弱 是不是就等于废掉律法 是 但你现在没有律法 你信耶稣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了 就等于遵守律法 你接受耶稣不等于遵守律法 你点一话也没废掉啊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 基督就是神的爱啊 我把基督接受进来 神的爱在你里边就是有根有极的 常过高神的爱 等不等于遵守律法啊 就等于遵守全律法 一条也没废掉 但你要守你不但废掉一条你是废掉全部 因为你的肉体软弱不能守 你不都全部废掉了 是的 听没听明白 守的就是不守的 不守的就是守的 有律法的就是没有律法的 没有律法的就是有律法的 守律法的就是不守律法的 不守律法的就是守律法的 是的 听没听明白 守律法的是不遵行神旨意的 不守律法的是遵行神旨意的 是的 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嗯 这不是绕苦令的 是不是啊 遵守律法者是不遵守律法者 不遵守律法者是遵守律法者 是不是啊 追求律法的意是得不到律法的意 不追求律法的意是得到律法的意 听没听明白 奥秘就奥秘在这个地方 所以得救是一个奥秘的事 得救又是智慧的事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救 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得救了 那我心里糊涂信就都能得救了 耶稣就不用说了 口里都喊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 是不是啊 为什么这么说 这么说的目的就是叫弟兄姊妹 因为得救是真实智慧 叫你真正的进到主的智慧中间 凭着他的圣灵引导明白他的救的 不是凭着自己的理性 不是凭着自己的逻辑 不是凭着自己的思维 所以当你凭着自己的逻辑思维 就掉到了自己里面 所以你永远不会明白天国的奥秘 所以主说天国是个奥秘是叫你们知晓 至于别人叫他听识听见不晓得 看见看见却不明白 看见婴孩就显明了 看见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了 所以这样是反的 你越是欲拙他越叫你明白 你越是自以为智慧他越叫你不明白 所以那些智慧人自以为有智慧 最后呢他就得不到上帝的救了 是不是啊 好咱们看这段经文 从十三节往下看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 你看这么大的权柄 承受世界的权柄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不是因信而得的义 是否定乃是肯定 对不对 神应许亚伯拉罕不但应许他 而且应许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 这个权柄大不大 大 这么大的权柄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就因信而得的义 就可以承受世界了 大不大 这一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是不是啊 不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律法 不是这样的 本于信以至于信 对不对 当你信福音的时候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并没有分别 对不对 对 承受世界的权柄大不大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你看看 就已经告诉你到家了 如果你不停 你背景完更 最后吃亏的是你 受亏损的是你 对不对 往下再看 你看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思 信就拿去了 属乎律法的人要能承受世界 那么就反信就弄哪去了 就虚空了 信就被你虚了 空了就架空了 是不是啊 应许也就哪去了 应许也就废去了 是不是啊 你靠立法想承受世界 就等于把信给架住了 把应许也飞掉了 对 上帝是凭着应许 把世界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会议的 对不对 对 往下再看 律法不板不信 我上堂课讲到了 律法不板不信 只说行这样事的人必因死活着 不拿石头打死你 这就是好事的 但他 律法不能叫人得生 对不对 律法不是叫你得生命的 你要去守律法 你就在地上不能用石头把你打死 这就是最好的 对不对 但所有守律法的人都被律法中 你所有守律法的人都没守住 都没守住 所以因此上帝说 世人都犯了罪 包括亚当 犯没犯罪 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 对不对 包括你 包括你了 包括你了 包括我 包括所罗门 包括大卫 凡代律法以下的人都不能靠律法 成立 大卫在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 他一开始的时候有大有能力的 少年的时候 给他父亲放羊 耶稀放羊的时候 有没有能力 有能力 能够把狮子给撕裂了 从狮的口中 多虎所嫌的羊羔 有没有能力 有能力啊 最后他越老了越晚了 越老了在诗篇的一百一十九篇 求上律法 求上律律 求上典章 求命令 求命令 最后上帝就叫你看见 八十八这一件事就叫你看见 你能能守住 就借着这一件事告诉你来 你看能能守住 一开始上帝没有给大卫设立律法 他自己要的 是不是 最后他说 学一个功课 上帝刀剑世代不离开他的家 那众独离不离开他家 不离开他的家 世代都不离开他的家 原因是因为他要律法 要律法都落在咒诅里 是不是 有许多人搞个赞美看诗篇 要想得诗篇看真言 新约的人照旧约 对不对 旧约只是你一个警戒 新约真正的那些个有信心的人 或者旧约那些有信心的人 是你的老样 是不是 今天我们赞美是在圣灵里赞美的 对不对 是在圣灵里祷告的 我们今天每个人 上帝都赐下圣灵给你 你都有圣灵在里面 是不是 你祷告 你不要效法旧约 你旧约的祷告呢 他在律法下的祷告 今天我们在恩典下的祷告 跟旧约在律法下的祷告一不一样呢 不一样 是不一样 等你 越听我讲道 你有讲的四千多讲的 最后你就听吧 你听来听去 最后你会知道的 你会明白的 你会明白什么事情 就是 祷告 赞美 侍奉 都不是按旧约律法的模式 对 要按照心灵的信仰 不按照仪文的旧仰 你信不信呢 因为是按照心灵的信仰 不按照仪文的旧仰 因为今天就是新约 新约就按新仰 旧约按旧仰 对不对 你不能新约人跑旧约里 亚伯拉罕是旧约人 他跑新约里来 是不是 以若是旧约人 他看到耶稣基督降临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些有信心的人 他一定 从远处旺间基督 因为他有信心 所以从远处旺间基督 听不听明白 好咱们再看 再看 十五节 十五节 知道吗 嗯 是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括弧里干 或是叫人受刑的 律法是不是惹动愤怒的呢 是 惹动谁愤怒的呢 是 惹动上帝愤怒 不管你守住没守住 只要你行律法没本的 就被咒诅 听不听明白 所以律法是惹动上帝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就没有过犯了 为什么像律法死 嗯 因为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就没有什么 过犯 那里就没有过犯了 是不是啊 耶稣基督 代替我承受律法咒诅 这是 不让你有律法 你要有律法坏不坏了 有律法 就有罪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就没有过犯 我们中间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 就是无过犯的人 有过犯的人 和无过犯的人 一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告诉你 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 这就是耶稣 为什么把你从律法下 赎出来的原因 你必须没有律法才没有过犯 你有律法 天天都有过犯 有过犯你怎么办 受咒诅 受咒诅 是不是 有很多人 你又背十字架 你还有律法 落在咒诅里头 这里面告诉你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才没有过犯 对不对 有律法就有过犯 所以我们经历的时候 别落到律法里头 是不是 保罗说我向律法 就向律法死了 他叫我向神活着 有律法你就没办向神活着 因为你有律法你就有过犯 是不是 哪里没有交通港 哪里没有红绿灯 那里就没有闯红绿灯的 哪里没有森林法 那里就没有犯森林法的 哪里没有婚姻法 那里就没有犯婚姻法 是先有法后有罪 对 听不听明白 没有法就没有罪 对不对 哪里没有森林法 你拿一棵树不能犯法 你也拿树了 但不能犯法 听不听明白 哪里没有森林法 那里就没有犯森林法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就没有过犯 这话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发你的 这是耶稣为什么把你从律法下说的 就叫你没有律法 没有过犯 但你经历的时候 你也是没有律法的 你才没有过犯 是不是 你信不信 亚伯南还说自己的妻子 是自己的妹子 她没有这个律法 上帝不定她追 连责备的都责备她 还帮助她 帮助她 吓唬那个法老 是不是 你是死人的 你 这个人已经有了丈夫 她丈夫就在那边 你快去 给她赔礼道歉 给她拿出牛羊 是不是 像她 不然我就逗赌 对不对 亚伯南还没有律法 因此她就没有过犯 创世纪那个时候 没有婚姻法 因此 亚伯南娶自己的亲妹子 没问题 不是过犯 听不听明白 耶稣为什么把你从立法下说出来 就是这样 没有婚 没有法律了 你就没有过犯 对不对 创世纪那里 大家要娶亲女儿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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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行 没有 没有 小燕子 小燕子 一窝一窝的娶 都是亲哥哥 亲妹妹娶 神有没有说 牵下所有的小燕子 都犯了罪 有没有 娶没娶 跟犯罪没犯罪 没关系 犯罪没犯罪 就看你有没有律法 有律法就是犯罪的 没有律法的就是不犯罪的 听不听明白 上帝定罪是按律法的定罪 有罪的全是律法 对不对 我上午讲得很清楚了 有律法你就有过犯 你没有律法你就没有过犯 哪里没有律法 哪里就没有过犯 有过犯的不过犯 按律法的规定 是不是 有了律法就有过犯 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 对不对 创世纪 十二章 从十一章开始看 十一章开始看 十一章开始看 也二十七节 搞到没有 二十七节 这里头有一个亲二大爷 娶自己的亲子女儿 你相信吗 你都不相信 我给你找出来 你就相信了 好 咱们看 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这都是塔拉 塔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爸爸 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塔拉生亚伯兰 亚伯兰是在他生的三个儿子中间 他是老大 是不是 还有拿克哈兰 哈兰生罗德 哈兰死在 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 在他父亲 塔拉之先 是不是 哈兰死在他父亲 是先的 是不是 哈兰是不是老 三 是 老大是亚伯拉罕 老二是拿克 老三是哈兰 对不对 亚伯拉罕 拿克各几个妻子 你看 拿克 亚伯拉罕娶妻的 我现在看 亚伯拉罕娶妻的妻子名叫三雷 南克的妻子名叫密夹 是哈兰是老三的 女儿 南克是老二娶老三的女儿 嗯 看好了吗 嗯 嗯 哎呦 不可能 哎呦 是不是乱伦了 嘛 是不是啊 你看好了没有 嗯 那么他娶的是密家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 是谁 密家 和一家的父亲 是不是啊 嗯 所以 密家就是老三的 女儿 嫁给了 他二大爷 拿克 行不行 行 可以不可以 神为什么把这记载在圣经里 嗯 就给你看 可以看什么呢 那时候没有婚姻法 他做这件事情 就不叫犯法 是不是啊 嗯 听没听懂 为什么叫你 哪里没有立法 那里就没有过犯 法律是后来人家的 法律是后来上帝办公的 一开始没有法 嗯 嗯 婚姻法也是后来在律法里办公的 嗯 是不是啊 嗯 那个时候 亲二大爷娶亲子女正常 嗯 亲哥哥娶亲妹妹正常 有人问我 是吧 王毕小你说该人娶的是谁呢 我说该人娶她妹妹 娶她谁 你说该人娶谁 那赛特娶谁 我说赛特娶她妹妹 嗯 那娶她 怎么要娶她妹妹 是秦妹妹是 我说秦妹妹啊 秦妹妹 秦妹妹你让不让 你现在有律法啊 你以为这是个犯法的事 是不是啊 你以为这是乱伦的事 那时候有没有律法 没有 没有婚姻法 没有婚姻法 别说 是不是啊 亲哥哥娶亲妹妹啊 秦二大爷 娶自己的职业也没有罪她 听一听明白 嗯 你们看圣经看过吧 从来也不注意这些人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就像今天 咱们的森林法 以前没有森林法 是不是啊 没有森林法 咱们这个陕西啊 山东啊 山西啊 还有河南啊 河北啊 是不是 安徽啊 这地方呢 树林的多的是 有一天 在我上那个景阳岗的 武松大虎的地方 我就看着 看这个地方没有虎 这怎么可能有虎呢 树 最初的树 才凤手 怎么能哪来的虎呢 再说那小山岗 那么高 那么矮一点 怎么在电视上 看着那山岗那么高 这个小山岗 那么一个小土包包 哪来的虎呢 后来我才发现了 原来那个地方有树林的 后来为什么没有树林呢 比如说树林法以后 颁布森林法了 树就砍光了 你猜为什么 不颁布森林法的时候 人不砍树 因为树也不值钱 用一点就算了 是不是啊 一颁布森林法 这树就涨价 谁要卖树 今天谁要有人买树 那个价格就提起来 所以他白天不砍树 晚上偷的上山法树去 法树目的是什么 卖钱 所以一天砍掉 一天砍掉 你砍掉 我砍掉 他砍掉 都偷着砍 把树林就砍光了 这就是森林法颁布的 最后的结果 听媒体明白 是不是啊 这就叫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就没有什么呢 有律法是有国法 国法人的寿长 有律法 人的这个私欲开始发动了 没有律法 就会发动 这私欲是怎么来的呢 随即回来才生出什么 罪 罪即长成生出什么 死 这的话在哪 雅各处 雅各处 一章十五节 一章十五节 私欲即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即长成 就生出死来 是不是啊 好 私欲即怀胎 如果把私欲要解决了 就解决问题 对不对 对 私欲一回来就生出罪 罪即长成就生出死 人有罪是因为先有私欲了 这私欲怎么来的呢 罗马书七章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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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因立法而生的恶 你那时候守立法,你以为守立法这是一件好事,是不是? 所以因此你就怎么样呢? 你就怎么样? 你以为守立法是一件好事,你以为守立法可以归正归正行为啊? 其实是变相的在干什么? 生 是不是? 死穴,是不是? 因立法而生的恶就在我自己中发动 以至结成什么? 死穴 因为死穴即怀了才生出什么? 罪即长成生出什么? 死穴 一有立法你就有死穴了 没有立法你就没有死穴了 你告诉孩子别动这抽虾 别动这抽屉 这里面我放的东西 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 你不告诉他,他的注意力没在他抽屉里头 他可能蹦蹦蹦蹦地玩 你这一告诉他 他马上去什么呢? 死穴就产生了 这死穴了 好奇心就出现了 这里到底装的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翻呢? 不让我看呢? 当面不看,被弟弟他偷着去看 这就叫死穴 听没听没? 死穴去怀的胎,一直导致你去翻去 你一翻了他,你就死了 就犯了这条法 对不对? 死穴怎么来的? 因立法而生的 是不是生的? 因什么? 因立法 因立法而生的 因立法而生的 因为什么耶稣把你从律法下说 就怕生死穴 是不是? 就怕你以为生死穴 因为肉体加上所律法等于死穴 对不对? 就像是父亲加上母亲等于孩子 就明白吗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 那母亲单独她没有孩子 那男的单独她也没有孩子 男女跟女的结合等于什么 孩子 立马加上肉体手 就等于私欲 就是产私欲的工厂 他就会加分出来什么东西呢 罪人 罪人 罪人要点豆腐 是不是啊 就成为什么了 豆腐了 罪人就放在那豆 熬好的那豆浆里头 它就会产生了什么了 豆腐 这叫什么 罪人是点豆腐 一物相一物 听不听明白 因为它有这个因 就接触这个火 有这个立法的因 就接触这个火 你相信不相信 因为你给它创造了因的条件 所以它产生了火 你用肉体加上守立法等于什么 私欲 我们守肉体的说 前面是不是说猪肉体 猪肉体的人愿意干什么 愿守立法 愿归正行为 愿时间靠行为 是不是啊 当肉体加上立法 就生出什么了 私欲 听没听懂 可能从前你没明白 今天你认真听 你一定会明白 为什么耶稣活上死也把你从律法里守出来 你到现在有许多人都没明白 耶稣把你从律法下守出来有没有目的 你要没有 你要没有律法你就没有什么了 对 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三节 没有律法就没有什么了 没有律法之先 秦大爷娶亲侄女这件事已经在世上 是不是啊 但没有律法 这件事也不交随 对 我再说一遍看谁能记住啊 现在用心来想 没有律法这件事 没有律法 秦大爷娶自己的亲侄女这件事已经在世上出现了 但没有律法 这件事他也不交随 所以 往下看是不是这么说 没有律法 没有律法 罪已经在世上 是不是啊 但没有律法 罪也要算罪 吃罪他也不算罪 这件事耶稣 为什么叫你没有律法的原因 忽然自把你从律法下说出来的原因 只要有律法你就有罪 因为犯罪就是违背律法 他就不让你违背律法 他不让你违背律法 不是叫你去守 而是不让你守 听没听 把你从律法下说出来 叫你吞着律法 只要吞着律法了 你就没有罪了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你怎么没有罪你必须得知道 耶稣付出了死的代价把你从律法上说出来 这件事就把你从律法上说出来 你没有律法你娶了你执女儿 你不被定死了 这就外在哪了 罗马书二章 第十一节十二节 没有律法犯了罪也不灭亡了 不知灭亡反正有什么 有律法犯了罪就灭亡了 听没听明白 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 知道吗 因为神不偏袋 神偏袋的吗 不偏袋 不偏袋 犯没有律法的犯了罪的 这没有律法也犯罪 没有律法的 秦二大爷取秦职业 灭不灭亡了 没有 并不按律法灭亡 因为没有律法呢 对 因为他没有律法 你怎么按律法叫做灭亡呢 他没有律法呀 是不是啊 他没有律法 你拿什么叫做灭亡了 你用什么衡量他有罪呢 因为犯罪的是违背律法 衡量罪的是律法 你犯哪一条了 但他没有律法 你拿哪一条来衡量呢 懂没懂这句话 真懂假懂 你没懂别装懂 有的人没懂还装懂 懂没懂 这句话懂没懂 懂 没有律法你看一说 不能灭亡 不能够被抓起来 谁抓你啊 你搞什么 神灵公安把你抓起来 没有神灵公安 神灵法都没有 哪来神灵公安呢 听不听不听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一句为什么活上司法 你从律法的收入呗 活上命呢 是不是活上命呢 他拿命也 活上命也要把你从 他死他也把你从律法给收出来 他生在律法下 要把律法下在这儿收出来 你才能够掉儿子的名分 儿子不需要律法 儿子不需要律法 在家里的儿子不需要限制他 你家里进来的保护 你就限制他 对不对 你不能随便的把春泽给保护了 是不是 你不能随便把家里药水给保护了 你可以给儿子 儿子没有律法 在家里随便拿东西 随便吃 饿了就吃 渴了就喝 吃 困了就睡 但保护在家是侍奉你的 是不是 是侍奉你的 他不能随便拿东西 也不能随便吃 你听明白没 明白 所以耶稣为什么说儿子病 是不是 儿子就得以自由了 农夫就没有自由 生儿子要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自由的人是从捆绑中间被摄影出来 你还在律法下 你告诉我你是罪奴还是义仆 罪奴 你是罪奴 你说这件事重不重要 你这一辈学神学你都学不到这个 你信不信 你学神学你学一辈你都学不到这个 这是圣经的话 学神学它是用教义来卡的 是不是 你一辈都学不到这个 这是救恩的真理 是不是 耶稣把你从律法下熟出来 这件事重不重要 这就是 成全律法第一步 对不对 带给我承受律法的重度 那么第二步就是 把我从律法下熟出来 是不是熟出来 你不是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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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来儿子的名分呢 你不熟出来你是罪奴对不对 你不是儿子的名分 只有把你从律法下熟出来 你才得到儿子的名分 你才没有过犯 是不是 不然你以为过犯 不然你又没有罪 这没有律法才没有罪呢 这是上帝发明的旧法 叫你没有律法了你才没有罪 你要有律法你天天有罪啊 你有罪的时候你还问 在犯罪怎么办 傻不傻瓜 这么问的人都傻瓜 这就说明他压根没有降伏下来看看圣经 如果降伏下来看看圣经了 他就会发现这个奥秘 这是不是奥秘 天国的奥秘啊 像上古时代是隐藏的 今天却向我们显明了 显没显明 耶稣活上死 把你从律法下熟出来 就是叫你没有律法 你没有律法犯了罪 也必不至于灭亡 不至灭亡反得什么 对不对 往下看这段经文啊 特别这段经文 凡没有律法的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你还在律法以下不是光听 你在律法下不能光听律法 你得行出来 就逼着你 你不在律法下不用行 你在律法下你都行权 因为律法要求就是行 而你得要求的就是信 是不是就业就要求行 信业就要求信 对不对 你还在律法下你还想不行律法 永远的好事 没有 你愿意在律法下 因为律法就要求行 你得行好 行权 住手 移手 宿度 一定要别犯 你不再律法一下 你再律法一下 你使着手来 给我宿度 别跟我犯 犯了 就按律法受审判 下来是不是 看看 是 往下看 反在律法以下 犯了罪的 也必要按律法这样 受审判 受审判 听到没有 没有律法的就不受审判 不灭亡了 在律法底下,你敢不守吗? 你不守,马上审判就离得了 这是不是逼着你啊? 逼着你干什么? 脱离律法,是不是? 逼着人脱离律法 所以你知道上帝学每一句话的意思 他下面有一个属灵的意思 是不是? 这跟那个隐身意义 就咱们学的课文的隐身意义是不不一样? 课文有没有隐身意? 学习语文的时候有没有隐身意? 有 那可隐身意是哪个隐? 隐藏的隐,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隐藏? 那隐身意的隐,是这个隐 背后的隐藏一个意思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么今天上帝告诉你,告诉你怎样? 你看两种人,上帝不同的待法 一种人是没有律法,脱离律法的人 不在律法以下的人犯了罪的 毕博爱律法灭亡 因为他没有律法,你叫他灭亡,怎么灭亡呢? 谁定他灭亡,谁叫他灭亡呢? 所以没有人定罪了 谁能定我们的罪呢? 没有人定罪了,是不是? 谁能控告损失,简险的呢? 没有人控告了 是不是?有基督称他们的意义了 谁也控告不了,谁也定不了罪 没有律法的人,他在恩典下 谁要定他罪,上帝说我就定你罪 对不对? 你定人的罪,你们的天父就定你的罪 是不是? 因为他在恩典下,他不在律法下 你凭什么定他罪呢? 对 他在律法下,你就应当定他罪 听没听明白? 在律法下的人,要定他罪 因为他在律法下,他有律法 有律法,他就得按行为定罪 没有律法,不按行为定罪的 律法要求行为 是不是? 你有律法,你就得行权 你不能光听律 因为律法不是光听的,乃是实在行律 是不是? 你有律法,你不行出来干嘛 这句话不是对没有律法的人说 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一 乃是行律法的诚意 难道神的话,矛盾吗? 他是行律法诚意 在律法下,你不能光听不行 你得行出来,才使你诚意 你要没有律法的,你不用行了 也能诚意 在行为以外,蒙神算利 对不对? 没有律法的是,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利 有律法的是,在行为以内 去诚意 你行出来,行好,行权 行不权,打死你 你猜是什么意思啊? 你猜是什么意思啊? 你猜 有的人不知道好来 那么那狗你要就给他个不好的脸 那狗都知道 你信不信? 你家养狗养肠了,你要给他 你的脸要不是对那狗要 是不是? 很严厉的,那狗都能看出来 对不对? 对 那么人今天要看不出来 那还不如狗呢 神说的话,你要听不出来他的音 是不是? 你应当听出来 他每说一句话 你就应当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 他叫巴兰 你去吧! 有人说,这神也不讲理 叫去了 巴兰一去了 还在路上拆遣使者 拔出刀来的横着 不让他去 你是不是不讲理 你听明白了神对巴兰说的话的口气吗? 嗯 你可能看了那天经文 你觉得上帝不合理 甚至你对上帝 悦纳亚伯的鸡 不悦纳肝影的鸡 你都给肝影打抱不平 是不是? 有很多人给肝影打抱不平 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最后呢 约翰一书就给你解释 肝影是属难恶者的 属难恶者的 这人本人不好是属难恶者 献什么气都是不好的 对不对? 对 亚伯是因信 因着信 希伯兰书就告诉 事实际上就告诉 亚伯因着信 献起于神 比肝影现在更美 因信现在才美 不因信献起不美 对不对? 对 不因信献的是立功之法 是用地上的东西献的 所以不美 因信献的是属天的 美不美? 美 美 所以 亚伯拉罕自己 和 夏甲生的孩子 不能献上 所以赶不出去 献哪个? 献神英雄给他的依撒 是不是? 今天你献谁? 献上帝给你的基督 还是献上帝 还是献你自己? 基督 基督 献谁很无论 对不对? 对 所以 当你听道的时候 你一定要听 上帝到底是怎么说的 神为什么 对那些在律法以下的人 特别严厉 耶稣对法利赛人 严不严厉 严厉 严厉 他对税吏和仓基一点都严厉 何逢其余 对法利赛人说 假冒为善的文师和法利赛人 诱惑了 多次提到法利赛人 诱惑了 是不是? 他对法利赛人在律法下 在律法下的人 人天天在什么面前 就得假 就得装 你信不信? 那些愿意在律法下的人 在人前就装一套 背后一套 他就得装 对不对? 他脱离律法了 他就不用装了 就把那假面具给摘掉 是不是? 很多的人在人前 故意戴上一层假面具 这叫假敬钱 这叫假属灵 是不是? 这叫假冒为善 在人前一套 在背后 人前马上把假面具戴上了 像那收费站的 你看那各个地方高速入口的收费站 那人天天雕快的 练什么? 练这块肌肉往后裏 因为你听他们说话 你就简直头皮都麻 谢谢你 请吃吃看 看他嘴啊 硬装出来 往后时间往后裏 那裏他也不是笑 真正要从心里发出来 他为了叫你交钱 交钱来告诉你 交完钱来告诉你 祝你一路平安四腿朝天 他马上交完钱了 马上不放 你不交钱不干就放下了 拦着你走 交完钱了 祝你一路平安四腿朝天 他那笑脸是强做笑脸 天天弄 弄人就变形了 是不是? 你看那女孩子个个的脸 他这 故意嘴压在这道耳压的 是不是? 好看不好看? 真笑和在那里头强做笑 为了接待这些个过往行人 是不是? 他硬装头的笑 和真正的笑 一不一样? 不一样 在律法下的喜乐 和在恩典下的喜乐 一不一样? 不一样 在律法下的喜乐是这样 你让他喜乐 他喜乐不上 是不是? 他眼角 嘴角 这块肉都往下砸了 他能笑上来吗? 在恩典下 你们要常常喜乐 是不是?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 因为今天他脱离律法 你说脱离咒毒 脱离捆绑 脱离撒旦的权势 脱离黑暗的权势 你说他高不高兴吧? 高兴 今天是外邦人的喜年 是不是? 是 是不是外邦人的喜年 是 我们看 路加福音 你这样才真正的高兴 不然的话你能高兴吗? 路加福音第四章 好的吗? 嗯 第十八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这高就是圣灵 恩高就是圣灵 灵外派说圣灵得恩高就错了 为什么说圣灵得恩高就错了? 圣灵就是恩高 圣灵就是恩高 对不对? 宋江就是宋公民 你学不学? 你看那水谷里边 宋江是不是宋公民 嗯 是不是? 五松就是五二郎 嗯 你不能说 五二郎的五松 错没错? 错 宋江的宋公民 错没错? 错 因为他是一个 你那么说 那灵外派才能干出那个错事 今天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不能乱看 是不是? 嗯 这段经文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什么样的人? 贫穷 这贫穷不是世上没有钱 贫穷的人 是属于贫穷 嗯 自以为没有 这样的人很容易接受福音 我自己学的很有了 很难接受这种原因 是不是? 嗯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被授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这样呢 受压制的得自由 现在 你还 得不得释放? 得 你从前是被授的 现在得不得释放? 得 你从前瞎眼的 今天看不看见? 看不见 你从前是受压制的 现在得不得自由? 得 报告神越南人的洗年 今天 犹太人不要对洗年变成为年了 栽年了 所以把救恩领到外邦人 犹太人正好 救恩领到外邦人的同时 犹太人是被杀的 犹太人被杀了多少? 六百万 他为什么被杀的呢? 本都比拉多说 杀一人的血流一人的血不归为我 所以金盆洗手 对不对? 金盆洗手不归为我的 犹太人说 归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是不是他们要的? 要 他们要把这个 是不是? 留一人血的罪归到他们的子孙后代上 是不是? 因此 这个救恩领不领到外邦? 这是洗年的 正好犹太人到了这个洗年的时候 他们是 四十九年到五十年是一个洗年 是不是? 是不是五十年一个洗年 上帝给他带了好几个 过了好几个五十年 是不是? 大概是四百年 是不是? 到了四百年的时候 到最后一个五十年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一个五十年 该尽他们的洗年 他不要的洗年 按照 丹理书说 他是七十个亲 他们经过了七十个亲年 是不是? 七十个 七年 七十个亲年 他们就可以进入千禧来了 外邦人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 如果他接受耶稣基督 外邦人就都对灭亡了 所以他们接受耶稣基督 正好上帝把这洗年 转到了外邦人 外邦人 成洗年 他们成什么年了? 三年 三年 听不听明白? 明白 为什么今天叫你顺服 接受他的拯救呢? 是不是? 接受他的救恩呢? 嗯 这件事不是一件小事 是不是? 现在是神越南人的洗年的时候 来到了 对不对? 神拯救人的洗年的时候 来到了 洗年就是什么? 释放 是不是? 洗年就是 高兴 解放了 受压制的得释放 被捆锁的得自由了 洗年就是神越南人 谁越南人 就不是按照律法越南人 乃是按照恩典越南人 听不听明白? 这就是新约神要越南人的 只要你来到耶稣面前 真的去接受他的救恩 你哥也不能灭亡 你都能得救 都能敬天国 只要你今天来了不顺服 你中了魔鬼的危机了 是不是? 魔鬼叫你抵挡救恩 你就抵挡救恩 成了魔鬼的禅忆了 那么今天灭亡临到你呢 你临将来下地狱的时候 是不是? 你死临下地狱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怨 怨吗? 因为你干了事干过了 你抵挡救恩抵挡过 你怨吗? 下地狱也活该 是不是? 活不活该啊? 你一定是活该的 一点都不怨去 是不是? 救恩不是没传给你 已经传给你了 但你把救恩给失掉了 犹太人把救恩失掉了 上帝就把它交在外帮人手里 叫希特勒就杀死了 他多少人 六百多万啊 六百多万是杀死的 是突然吗? 不是 不是突然的 是偶然吗? 不是偶然的 是必然的 是不是这样 不是偶然就是必然的 挺为偶然的 挺为偶然的 私欲从哪里生出来的? 因律法 因律法生的 属肉体的人 你去守律法 所以生什么? 私欲 你可千万不去守律法呀 你要守律法 你就等于加工什么了? 私欲 加工私欲啊 你别想 我今天用律法归正一下行为 像有一个叫罗达卫领 到东北到我们那个家乡去去 讲道 是别人邀请他去的 他说 靠着律法致死救人 对不对? 对 你看这个糊涂人 哪有那话呢? 圣灵来了为要得胜基督 对不对? 对 圣灵来是得胜基督啊? 还是顺服基督? 顺服基督 顺服基督 把我所告诉他们的都讲出来 对不对? 圣灵来了为耶稣做见证 耶稣是释放人的 圣灵来也释放人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他是来释放人的 对不对? 耶稣来是不是把你从律法下释放出来 把你从罪恶下释放出来 把你从撒旦前下释放出来 把你从撒旦前下释放出来 把你从黑暗的前下释放出来 那么圣灵来就实行这个工作 谁一信了 他就把释放这个工作 实行在那信的人身上 不实行在那不信的人身上 听没听明白? 明白了 休息十分钟